各位朋友平安,大家好 主呢,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 我是王浩然,王牧师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讲的是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本圣经 中文版的合格本 那么这位是灵修版的新一本 还有呢,圣经 这是中英对照的 当然我这里没有所有的 在这个圣经的原文 这个是比如说旧约 它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 而新约呢 它是什么呢,用希腊文写成的 也有其他的文字 这个呢,圣经的礼物 它是66件书 这个写作的时候 从旧约的这个创世纪 一直到最后 39件书 它跨越的是上千年 而这个新约呢 到我们现在 它写的时间虽然没那么长 但最后呢 到我们现在 也有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了 那么圣经呢 它是影响整个人历史 最重要最重要的书卷 那么这个书卷呢 它是成为基督教的教义 然后呢 这个圣经呢 是也影响了人类的文明 那么现在呢 我们人类的文明呢 可以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就现在建立这个 人类这个最 最认为是最合理的制度 自由 法治 民主 人权的制度 现在呢 也是这个 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OK 更别说那是专制体制了 OK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呢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呢 这个从欧洲啊 然后那个到美国 这个地方啊 这个这个教会呢 出现一种衰退 甚至有的地方 在欧洲呢 出现教会荒凉啊 有的教会呢 就变成这个 博物馆 咖啡厅了啊 那么呢 因为看到这个基督教啊 在这方面的问题啊 那么呢 我们呢 我都不得 我们就不得不反省一下 我们对神的真理啊 这为这个 这个影响我们人的历史 这么久远的这个圣经啊 神的话 是不是我们理解的不够啊 我们理解的不对 是吧 我们需要改进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呢 我就观察 祷告 是吧 那么最后呢 神给我一个旨意 要把圣经 真的 到底是讲的什么 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那么呢 我就呢 归结了五十讲 也 我看到神呢 也是这个 给我这个智慧啊 那么我已经讲完了四十九讲啊 现在我要讲的是最后一讲 那么我最后 这个第四十九讲呢 讲的是人类啊 人死后都有复活 复活还有审判 那么呢 那么我第五十讲呢 最后一讲呢 我就讲呢 有神和神 那个神的三位一体的人啊 神的儿子 神子 完全掌权的全新的国度 心天心地 从神和天而降 然后呢 然后呢 有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呢 和这个圣徒 以及得胜的门徒 同住 那过美好无比的生活 这么一件事情啊 这个事情 那说的简单一点啊 OK 那么呢 人类历史啊 它有不同的阶段 那么最后到了一个阶段以后 那么有一个阶段 可以说从 可以用这个 耶稣诞生前和耶稣诞生后 耶稣诞生以后 让耶稣生了天 到耶稣基督再来 是吧 再来以后 再来以后 经过审判 然后呢 这个新天新地的降来 那么这个不同的 这么几个阶段了 那么呢 我们想说呢 是圣经呢 它告诉我们 终有一天 OK 神和神子的 这位三位一体的神 完全掌权的这个 天上和地上的这个国度 有一天会降临 那么这个国度 谁能进这个国度 那么呢 在这个国度里 怎样去生活 是吧 怎么去 怎么去生活 那么这个是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告诉我们 也是最后 我们最后所期待的 信了耶稣 跟随了耶稣 那么最后复活 然后在天上 等这个 经过审判以后 审判以后 那个新天新地降临以后 那么我们住到这个 新天新地里 住到这个新的国度里 这个新的国度 由耶稣和神 一起掌权这个国度 它降临这件事情 降临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呢 今天就分享这个事情 那讲这个事情呢 也是整个的圣经 也就到了结尾了 也是圣经 告诉我们 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们呢 每一个人 这个找到一个归宿 最后最好的盼望 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圣经 它讲这个事情 它是在它的原话 是怎么说的呢 它这个 咱们中文看一张 这个呢 在启示录啊 圣经最后一卷书 是叫启示录 英文叫Revelation 这个Revelation呢 一共是22卷 22卷22章 22章 第21章 你看看怎么说的 第21章的1到5节啊 它对这个新天新地 也是有描述的 OK 它说呢 OK 它说我又看见一个 新天新地 这个我呢 就是神 启示的这个 这个约翰 谁也要叫使徒约翰 也就是写那个福音书 这个福音书的那个 那个约翰 福音的约翰 神这个耶稣的 这个喜爱的这个门徒 他说我又看见一个 新天新地 OK 因为先前的天和地 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OK 所以呢 我又看见 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心腹装施者 等候丈夫 再往下看啊 第三点 他说我听见 有大声音从宝座上 宝座上 出来说 看呢 神的账目在人间 OK 他要与人同住 他要做他的子民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OK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的一切言论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坐宝座的 坐宝座的说 看看 我讲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就这五节经文呢 把这个 我们人类最后 美好 复活以后 最美好的未来的前景 给我们做了一个 非常铁血 生动的描述 生动的描述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样 这个 所以圣经他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最后一卷书 倒数第二章 是吧 他把这个最美好的前景 给我们描述 对吧 先描述 怎么说 这是 他说最后 他这个第五节说的 这是什么的 这是可信的 真实的吗 所以他现在写的是预言 但是这个预言呢 一定要发生的 一定是真实在发生的 那么有这个信心以后 我们再看这个内容 他说呢 那么约翰呢 他亲自看到了这个 新天新地 我们平常的时候 我们怎么说 这个新天新地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 我们看到是就天就地 这个就地呢 是就是有海 有水啊 有各种啊 现在呢 有的国家还是比较干净的 你说加拿大呢 有些美国比较干净 可能有些像有的国家啊 这个就比较脏了 啊 中国很多地方 对污染的 污染的水 污染桶上 在在这个 有的反正这 就是环境管理不好的吧 都污染了 这是个旧天的旧地的 是吧 那个天的 这黄乎的天 是吧 也有的 那么现在这个大气的污染啊 然后那个 这个南极的冰雪化了 是吧 有的海都被淹没啊 看到这种情况啊 在这个新天新地里 这是我刚才实在说自然 还有人呢 是吧 在这个新天地里 我们那个化石燃料的燃烧 然后那个 人的堕落 谁 人的人口的膨胀 是吧 这个 气候的变迁 是吧 所以这些问题啊 然后信仰的缺失 OK 然后 随便乱行啊 这就是旧天旧地的状态 旧天旧地 然后呢 是在这个旧天旧地里 撒旦魔鬼掌权啊 是吧 你看看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有理的讲不清啊 无处诉 然后呢 这个上防护 是吧 对不对 很多事不公平啊 你看到很多东西啊 不合法 不公平的事情 这就是旧天旧地 那么这个 在这个旧天旧地里 是三大魔鬼掌权啊 那么这个 约翰呢 他看到是新天新地 他亲自看到了 那这个新天新地呢 他后面他说了 为什么叫新天新地 他说旧天旧地 已经过去了 到那个时候 耶稣再来以后 他完成这个审判的时候啊 这个第二十章的时候 最后一段 他就把这个完 这个活人死人 都都要 都都都要 这个 这个死人都要复活了 当时如果活着 他还会 到 也到天上 接受这个审判去 他完成这个以后 那么他这个事情都过去了 那过去了呢 这个什么 还也不再有了 是吧 他又看见新耶路撒冷 有神那里 从天而降 伊斯列有一个城市 就是耶税列的古都 OK 那么是大卫城 OK 就是现在这个 耶路撒冷 那么伊斯列呢 所认为是 永久的首都 那当然 耶路撒冷有争议 OK 那个人的角度 人的层次上 在神典里面 没有争议 OK 那么他是呢 这个就是 圣 新的 圣城新耶路撒冷 降臣的 那么伊斯列把这个 圣的耶路撒冷 看着他们的 神的殿 神的殿 所在的地方 是吧 也是他们的 这个国家的中心 OK 那是神圣的 那么呢 现在是新耶路撒冷 降临了 那新耶路撒冷 从哪来降呢 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那么 可以想象 你可以从物理上 角度来看 你可以靠从精神上 去想象 反正是可以居住的 然后一个 一个巨大的 无比的 可以容纳 这么多基督徒的 这个 同住的一个城市 他就预备好了 就知道 这个 就如同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OK 然后呢 我又听下大声音 从宝座上出来说 看哪 神的账目 在人间 我们一直在说 天上天上 OK 那么确实 复活以后 要到天上 在耶稣基督的 荣耀的宝座前 在这个 这个白色大宝 这个宝 这个这个 大宝座前 要接受这个审判 那是要复活以后 要到天上去的 但是呢 最后的时候 那么神 他不想把这个事情 老是在天空中旋转 你知道 你这个天空啊 就算我们人 现在知道的情况 你要升升到 十公里以上的时候 他的温度是 是零下三四十度啊 四五十 那风也是很大的啊 是不是 更活况 在天上 就算是 在乐球上居住的时候 十分困难 十分困难 那到火星上去 那更是到现在 虽然有马斯科啊 他在考虑这个事情 然后说 坐着飞船过去 但是这个事情呢 也是很困难的哦 OK 但是神 他有这个预备哦 那个讲了呀 审判完了以后啊 他说呢 神的账目在人间 到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 这个地上那个 然后呢 到时候 这个环境啊 各方面都会改善啊 对 都会改善 那么最后呢 他要与人同住 神到天上 三位替神 是吧 他到了时候呢 他还回到这个地上来 和人同住啊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到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呢 是这个福音没有广传 很多人也不信福音 那信了的人呢 还有逃脱的 然后又不信了 OK 不坚守了 那么 所以在道上呢 我们神在地上呢 在耶稣基督 再来审判以前呢 神是不会完全掌权的 甚至很多时候呢 是撒旦魔鬼在掌权 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啊 那么现在 这个过去的几十年啊 比起这个 比起这个 比如说几十年以前 那么神呢 实际上 他越来越有这个权利 有这个权利 那么各国就制定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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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啊 那宪法其实呢 是神授予的 那么那是神的旨意 是立定的 但是到底这个宪法 能不能多大程度上执行 这个是另一个问题 是吧 对不对 那么神它是个过程啊 所以说 神是逐渐掌权的过程 到了有一个质变的时候 也就是神啊 耶稣基督 他再来的时候 神子再来的时候 就是神的羔羊 再来的时候 他实行审判的时候 那么真的 神那个时候 他非常的鬼眼 非常有大能 他不会再任凭这些 撒旦魔鬼在做过的 所以该放的 五体坑里放的 五体坑里面 该放到这个火壶里 是个让他们受煎熬 一受煎熬的 那么只有这些 圣洁的 跟随神的啊 然后会留下来 所以呢 他要给这些 这个 这个 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 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 从天上而降 那个新天新地里面 OK 他要同住 OK 他要和他同在 OK 在这里面这个关系呢 就是说 神要做这些 子民的神 OK 那么这些 这些这个子民呢 要做这个 做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 然后去侍奉他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因为 这个复活以后 不管是第一批 第二批啊 这个复活的身体 是永远不会再死了 OK 所以不会再有死亡了 那么呢 因为 这个神 亲自牧养这些人 那么也是经过大灾呢 经过各种灾呢 经过这个洗礼 过来的人 那么这些人呢 这个最后 这个这个 能够跟随耶稣的这个 然后记在生命册上的这个 那么他们也是很有生命的人 啊 那个最后人 那么在时候 因为到那时候 不再有死亡 当然也就没有悲伤 也就没有 没有这个悲伤的 悲痛的眼泪了 如果你这个经常 这前面的一生啊 有很多的痛苦啊 可能是家庭的 也可能是自己生活上的 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啊 对不对 但是那这种呢 只要你信耶稣 跟随耶稣 最终的一天的时候 等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呢 肯定是你不再有眼泪了 然后呢 也不再有死亡了 也不再有悲伤了 哭号了 哎 连疼痛都没有了 说说说到底啊 到那个时候呢 就没有疾病了 哎 对不对 那么神呢 是大能的神啊 那个这个是 他是在人不能在神 凡手都能 是吧 到那个时候 对不对 就是新天新地降来了 呃 和以往的事都过去了 过程有过节 有这个痛苦 有可以给别人那个 有这个矛盾 让他都过去 都过去 那些悲伤的事情 那不公不义的事情 那些无稀八糟的事情 都让他过去 那么我们真的可以有机会 生活在一个 理想的社会 理想的环境 那这个理想的环境 就是说 这个他这个新天新地啊 他足够圣洁 啊 足够这个美美美美好 对吧 足够美好 那么呢 啊 据这个圣经啊 今天不再讲了 他那个里面有生命的河 那河的一个水啊 就是生命的水 那么呢 有生命树 这个生命核两边 栽的生命树 那么有生命的果子 啊 这个这个每个月都有吃的啊 那么都有吃的 所以的话 这个这个神呢 有非常好的预备 这个预备呢 我想呢 这个他这里面呢 一个是这个 这个新耶路撒冷 足够大的 足够美好的 然后他的安排 非常的合理的 然后呢 这里面那里面的 这个物质的生活 精神的生活 哪一方面都不会缺乏了 而且是非常的美善的 那么他 他里面的关系啊 比较简单 一个是神 再一个是神的选民 神的子民 基在生命树上的人 那么呢 该淘汰的也淘汰了 那么剩下来的都是好的 OK 所以的话 这个时候呢 那么说第五节 坐在宝座上 看呢 我讲一切都更新了 不讲是过去都过去了 而且呢 就是陈旧的东西 全部在了 全是更新的 他又说 那你要写上 因为这些话 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 主内弟兄姊妹妹 那么圣经 到底是讲的什么呢 他最后做了一个总结啊 该过去的一切 都讲过去 对吧 然后呢 神经过审判 把淘汰的淘汰了 那最后的时候 那么能够进入这个圣城的 这个 进入新耶路撒冷的 那都是神 前选的人 紧紧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要好好做好预备 是吧 趁这个耶稣基督 还没有再来的时候 一点都不管 是吧 那么接受福音 传播福音 去建造教会 然后过圣洁的生活 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的身体 那么 盼望主耶稣 夸给他再来 让我们 经受这次审判 得到奖赏 然后呢 和耶稣基督 一同作王 一千年 然后住在新的 这个 从天上 从神那里 降临在新耶路撒冷里面 到那时候 我们有无比美好的生活 再也没有悲伤 没有眼泪 是吧 每天过着喜乐无比的生活 再也不用担心 死亡 因为神已经赐给你永恒的生命 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就把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无事讲 全部讲完了 感谢神 也谢谢大家 那么我最后呢 想做一个祷告 OK 主啊 你是那位万能的神 你是掌管万有的神 你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 那么人 我们的师祖在地上犯了罪 以电源里 让我们继承了这个罪 神你就以你的大 你的救恩 临到我们 派你的独生子来到地上 他刀成了肉身 进行了教导 神迹 进行了医治 而且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颁布大使命 让我们传福音 让每一位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对永生 他一定会再来 等再来的时候 他要让人复活 复活要审判 通过审判 最后 记在生命策上呢 进到新天新地里面 和他一同生活 一起同住 我们再也没有忧愁 不叛 再也没有悲伤 过永恒的 无比美好的生活 真的是非常的美好 让我们一同期盼 以上祷告 从爱我的主 耶稣记得名 阿曼 好 欢迎 大家转发 点赞 然后订阅 好吧 我们再见 谢谢